第十三题 实验桌上有一烧杯 装有三大M的氢氧化钠水溶液20毫升 请问需配置成多少毫升的溶液 方可将浓度稀释为两大M 这种稀释的题目 有些同学喜欢用 补习班老师的教法 同样公式带两遍 但是这种做法的重要关键 还是跟老师上课教的一样 就是稀释的时候 溶质的量并不会发生改变 在这里老师仍然用 我们上课词强调的做法叫做 稀释后前后呢 我们的溶质量不会改变 我们晓得木耳浓度就是说 多少体育当中有多少的木耳 体积要用公升做单位 所以我们的木耳的量 就是浓度乘以体积 体积要应该有公升做单位 我们稀释前有三大M 体积有20毫升 换成公升要除以1000 等于我们的稀释后有两大M 体积不知道有多少 一样换成公升要除以1000 1000跟1000消掉 2跟20消掉变成10 所以X就等于30 也就是说 我们要稀释成30毫升 我们才会变成浓度两大M 因此第13题问我们说 请问需配置成多少毫升的容易 方可将浓度稀释为两大M 我们答案选的是C 30